各位評審老師好 我們的研究主題是 我很酷 我不吸煙 煙品健康福利捐經濟效果之探考 我們的研究動機就是 我們從小就受到了反煙的教育 但是相應的問題還是很嚴重 那我們嘗試要導出相應的價格 幾次費量的關係 是否符合我們的需求理論呢 第二個就是要探討說 健康福利捐是否能夠真的有效減少 吸煙人口 那我們的目的呢 首先第一點就是要探討 台灣香菸市場的彈性大小 而第二個就是要探討說 健康福利捐是否能夠減少 香菸的消費量 那我們最後就是要探討 在調查不同的健康福利捐的金額下 對於政府財政還有社會福利的影響 我們的研究方法是 利用微軟的eSale2003 簡占先進回歸分析 及綜合資料分析 而我們的資料來源是 這是來自主機署財政部 台灣鹽油公司 以及衛生署國民健康局 接下來我要來講的是 台灣香菸市場分析 這張圖呢 是1991年到2011年 台灣18歲以上平均免的香菸消費量 全部的香菸消費量 是逐步上升的趨勢 但是國產香菸卻是逐步下降 這代表說國產香菸的需求 完全受到了進口香菸需求的取代 再來是外部不經濟的部分 在醫療制服方面 吸菸者比不吸菸者 每次多了兩千億百元 而整年下來損失的醫療費用約為416億 而我們推估2011年外部成本 居然高達1232億元 雖然健康福利捐有逐步上升 但對政府財政沒有出面影響 那反而來增加了 煙餅健康福利捐的性質屬於專款專用 它的設置精神應用於原態防治及治療上 這是我們現行的運用辦法分配圖 可是現行的運用辦法中卻只有3% 是用於原態防治上 這顯然與原先的設置精神不符 相應需求模型的建立 我們是以簡單現行回歸模型探討國產進口 及全部相應的需求環境 而我們公式是Y等於A加B乘於X 而這裡Y代表三種一定數 而X代表六種治變數 A是結局 B是斜率 而我們避免數據查距太大 而對於治變數以因變數取弱 求出弱Y的A加B乘弱X 而這裡的B是斜率也是彈性 而我們把這些數據套入公式之後 可追蹈出18種不同的直線防塵石 結果如下坡 我們發現到國產及全部相應的消費量 對於優格治變數來說是負向的 而進口相應的消費量是正常的 接下來我們將於彈性布記錄下表 可以看到 國產及全部相應的需求彈性是負的 那它是符合需求法則 那對於我們來說呢 或許是建議時間教廠所導致成的 而進口煙的需求彈性呢 則是正的 那它是違反需求法則上的認知 那它有可能是消費者偏好所導致成的 然後又是炫耀彈性子 那我們可以看到 國產及全部相應的所得彈性呢 是負的 也就是 是列人材的性質 但是進口煙呢 則是正的 是正常採用的奢侈品 而國產跟全部相應 而國產跟全部相應的健康服務員 以及煙耀彈性的彈性呢 則是負的 也就是說都是相當的有效的 但是對於進口來說呢 則是沒有什麼效果的 假設健康福利捐為61元的時候 而台灣香菸的吸菸總量 會減少246946千8 而香菸的稅捐會增加6186900萬元 社會福利為70百萬元 所以健康福利捐的增加 會使得台灣減少了吸菸總量的提及 香菸的稅捐是逐漸增加的 但是我們要考慮到社會福利為不正的話 我們認為61元會增加 那我們結錄就是如下表 我們從整理文獻呢可以發現說 健康福利捐呢是微重量稅 那這樣的話呢會造成進口菸的稅率 是比國產菸來的很低的 那第二個呢就是 菸害防治預算呢 是只有佔健康福利捐的3%而已 那我們從實證研究可以看到呢 國產菸及全部菸的需求彈性呢是負的 那符合需求法則 而第二個呢就是相應的價格呢 是與國產跟全部相菸成反向變動的 那符合需求法則 但是與進口菸的話呢只是成同向變動的 而國民所得的成長呢 會使得進口菸的消費量呢也是跟著增加的 但是對於國產及全部相菸的消費量呢 則是減少的 那健康福利捐的調漲 以及業界防治預算的政策增加呢 會使得國產及全部相菸的消費量 是有負面影響的 但是對於進口菸來說 是沒有什麼效果的 那最後如果政府要同時考量到 要減少相菸的消費量 還有維持社會福利是正值的話呢 我們建議兼老金額是可以在60元的 那我們建議如下表呢 首先我們考慮到稅月的公平性呢 我們建議課稅的方式是可以用一家課稅是比較公平的 因為這樣呢 才不會造成有低單價的煙品呢 或有不公平的現象發生 而第二點呢 就是健康福利捐呢 我們認為說應該要多用在香菸受害者 反應教育以及醫療不足少 因為目前呢 真正用在這方面的是只有3%而已 而第三點呢 就是健康福利捐的金額 我們是認為說可以再適度的調高的 那它除了可以增加政府的財政收入 也可以減少相應的消費量 那我們建議最高的建議時代 61元是最佳的 而最後呢 我們目前呢 是用簡單信心活動的方式 那還無法找出是什麼原因 影響到了進口菸的消費量 那後續呢 可以再找出其他的配套措施來 我們的88到此結束 謝謝大家 我們比較特別的地方是 利用經濟學的角度來解惑 這片遍害問題 而我們遇到的許多瓶頸 像是找飼料之類的 但是 老師及教授給我們許多意見 所以我們才能同心協力的 一起完成這一份研究 那我們非常地感謝老師 一二三 謝謝老師 請教教授